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国内学堂 刚才跟李老师谈到这个曲子的事情 咱们就讲一些跟这个 它有关的文学话题吧 就是说到这个比较早的 像这个问道 空谱问道 是吧 据我所知呢 中国的道家的人士 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 皇帝这些都是道家人士 是吧 因为古琴是福西造的 福西是道学的创始人 是吧 所以说中国古琴音乐的命题 大多数曲子跟 就是用道学来命题的 这种曲子占一大部分 然后表现人间的 表现风华学乐 表现人情的悲欢离合 或者表现什么 这些曲子也是有一部分 但是表现道学理念的 你去说像这个空谱问道 邪先游 欧路旺基 然后八级游 九宽操 然后这个和明九高 然后这个什么 太多了 光听这名字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倒是有一个计划 准备把这个曲子 我们叫做把它打谱 这样子一个字就取代了前面的一段话了 然后这个谱叫什么呢 叫简字谱 前面的那个叫文字谱 简字谱在唐朝中前期的时候 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这样子就用这个来记录这个曲子就方便了 所以说那个为什么要记呢 因为我也跟你讲 它每一个弦 每一个弦可以发出一个相同音高的音 但是音色不同 它为了告诉你哪个地方 那你展示一下 其实我们叫相同音高 音色不同 这是同一个音 但是你会出来两种音色 这也就是中国 也就是古琴音乐的特有的现象 它就是说用不同的音色来去表达那种 我们要的这个音乐意境 那我想请问一个技术问题了 一个人比如说像我们这已经三十多岁的人 也没技术的 我还有机会学琴吗 有啊 你看 笑傲江湖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刚才比较先锋一点 先锋它是个练习曲 它也是告诉我们 一个这个曲子呢 我觉得我们祖先的智慧在哪里呢 一个小小的曲子 它可以这里头含化着 运化着很多中国文化的信息 比如我们学这个先锋的时候 首先我们练了 先锋是什么 要跟大家讲 先锋是成团老祖 就是道教的创始人 古琴又是一个道器 然后后人因为对先锋的一种景仰 所以做了一个先锋操 那么这个先锋操 既是一个练习曲 它也是左手右手的执法练习 也是去了解古琴的和声音味的 那么样一个方式 就通过这个你就知道 哪是和声哪是和声 就刚才讲先和翁 那么翁那个就是个和声 然后这样子呢 对情信对执法 对和声音味 然后对耳音的音高 因为我们这个音是 是拉的 你看准了 如果你没到位 不准了 所以它也是对耳音的一种训练 然后再一个呢 这个曲子 小小的这么样一个曲子 我们就是中国的道士什么 一立子戒可愧大千 然后小小的这个先锋操呢 它也是中国音乐的作曲法的一个缩影 比如我们讲并行剧 然后启程转合 然后并行弦尾 然后拓展加花 这些东西 这些手法都在这个小小的曲子里面 所以这就是道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谈一谈 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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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道成团 先王 先王 得道成团 先王 先王 sector 得到先往 得到先往 得到成团先往 古琴为什么它修身理性呢 它是把你的情绪集中在 让你手中 让你规中 在弹之前让你规中 然后这时候你的意念就特别集中 然后就沉浸在这个旋律里面了 然后把这个旋律弹出来 那我们听到这个旋律以后 是不是感到旋律在空间在走 它会走到很远很远的空间 有的人说我听了情以后 我觉得一下子好像到了远古时期了 或者到哪去了 然后我们的神思就随着这个旋律就走出去了 到了一个境界里面去了 然后最后弹完了以后就收工 就跟打太极也不是一样的 它要收工 它要收 然后你看弹完了以后 它做一个呼吸 收回来 刚才老师也讲到 其实弹琴呢 其实是一个礼器的功能的 我想任何一个中国文化 包括写字 包括太极 包括针灸 就都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心法 气法 手法等等等等 深口意 那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弹琴呢 也一定跟呼吸吐那有关系的 稍时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字 国家道 国家道 谢谢观看